我是做梦也没有想到,把排骨上锅蒸一蒸,将你懒人新做法,用料简单,味道足,出锅连汤汁都不剩。 嗨,大家好,我是小苏,一圈森林求关注。 花了25块钱买了两斤的排骨,先往里面加入一勺面粉,用手像我这样抓拌上两三分钟,抓至粘稠,倒入适量的清水,再反复地抓起。 大家都知道,面粉具有很强的吸附作用,可以清洗掉排骨表面的脏东西和杂质,还可以把里面的血水清洗得非常干净,这样洗过的排骨就不用焯水了,洗至水变得清澈,控水捞出。 接着准备一个祖传的小碗,往里面打入三颗我家母鸡下的蛋,把蛋液搅拌均匀,直接淋入排骨中。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勺玉米淀粉,用您发起来的小手抓拌一下,使每一块排骨上都均匀地裹满蛋糊。 拼理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油涂抹均匀,烧至微热,放入排骨。 开中火,把排骨煎一下。 百度搜索,排骨鲜吃饭,了解更多信息。 先至八米金黄,放入一个大盆中,接下来我们开始腌制。 加入一大勺的豆瓣酱,适量的酱油,再来点红烧汁上色,少许的甘味黄酒去腥。 适量的松鲜鲜,就装蚝油提鲜。 一小块的腐乳,色泽会更加的漂亮。 最后放入提前准备好的葱姜蒜片。 刷拌均匀,腌制上20分钟,使其入味。 利用这个时间,我们准备上一块空过水的老豆腐。 改刀,切成一厘米的厚片。 利用刚才煎排骨剩下的油,把豆腐给它放进来煎一下。 开大火,煎至豆腐色泽金黄。 整齐的摆入一个小盆中。 再把腌制过的排骨也放进来。 最后,淋上腌制好的料汁。 放入容器中。 上汽之后,开大火蒸上一个小时。 时间到了,打开盖子。 香喷喷的豆腐蒸排骨就做好了。 这样蒸过的排骨,特别的入味又鲜香。 用的油特别少,吃起来一点都不会油腻。 豆腐更是吸足了汤汁。 就连这汤汁也能剩下三碗米饭。 如果你也喜欢,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 我们下期见。